大家好,现在继续为大家解说一场 全黄979对决 现在双方依然首发发展 这个处理人 我们来看精彩对局 2P率先压制 上去抓起了肥花 抓起了肖风接肥花 一个波 EP提了 直接被打到火花了又被抓 这个2P的肖风 抓肖风的能力是低流 给他一点小小的机会 他能够把你抓住 这点非常美丽的非常好的 现在第二场 第二场看我们的大猪 能否蒸发人 直接扔一下 套一下直接用C剪 AP闪身过去 再次套月亮 哎呀 跳过去绝对肥花就抓起来 这次他带了肥花的指令头 带了肖风的指令头 这个2P打的看到没有 他不管跳哪一个腿啊 他都带了这带起来这个肖风的指令 延迟的指令 我看他是这么打的 要不然他不会 他不能抓得这么快啊 抓得这么快 他每次都能抓到 基本上是80%的刷中的 他肯定是带了延迟的指令头 延迟的指令 哎 你看 他跳C 他也带这个 跳C他也要带一下这个肖风 他都带一下 从他这个 从他这个打的 打头之间 可以看出来的 他就是这样打的 好 现在第四场 现在我们看神鹅 好 直接打一下 哎呀 又被助手打到 这一次 陈国瀚压制的 不是那么狠啊 再来一次严肢头 又被钢 再给陈国瀚也钢一下 陈国瀚只需要防守好就可以了 让神鹅来攻 哎 跑到他后面去了 这次陈国瀚的防御 不是特别好 我说的 血量已经不多 一注尸 哎 注尸又没钢 现在神鹅三颗血啊 还抱一下气吗 不要 啊 又被一脚踢死 rawr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Man coinc随时 或许